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Donald 上條片, 我介紹過 君越酒店的海南雞飯蛋糕 在訂蛋糕之前 其實我是訂了他們的夜晚自助餐 而且還是買一送一 當日酒店推出這個優惠 網站已經經常性ERROR 如果想知道網站在哪裏 可以留意我海南雞飯蛋糕的影片 又或者可以在我們這條影片的Info Box裡見到 說回今次的自助餐 我們一行四個人去吃 而買一送一的優惠 其實每個人只行買一次 我們兩個人分開買 所以我們四個人去吃 其實都是給兩個人錢 以價錢來說, 就真的超級抵 而價錢方面就是921.6兩位 每人四百多元 以價錢來說, 就真的沒得輸了 食自助餐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糖果屋的旁邊 基本上這條路就一模一樣了 他這裏食自助餐 和平時去開的酒店最大不同 我相信都是他有鋼琴 而且鋼琴不是直接放的 而是有個樂手差不多彈足一晚 而且他彈得最多的歌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全晚我起碼聽了六七次 看完環境 我們不如看看有什麼食物 他這裏的食物都比較小 那就是什麼? 炒飯、綠麵、蝦餃燒賣 或者是日本的壽司 他這裏通通都沒有 而他有的食物就是一些有精緻 又有特色的西餐 而晚上去吃的話, 他都有山蠔供應給你 除了有回本的山蠔吃之外 在自助餐比較少見的焗田螺 他這裏都有 除了有焗田螺之外 血腸配蘋果醬多士 和焗蠔他都有得給你吃 而且還有兩隻味可以給你選擇 而蔬菜方面 我覺得比較少見的當然就不是他了 沒錯就是他了,栗子 而我說有特色的食物當然就不是燒牛肉 而是他旁邊的威靈頓牛柳 而這一個就是香煎比目魚配忌廉汁 我覺得有時候可以試試西式的食法 總好過每一次都是清蒸大石斑 除了有魚和蠔之外 他還有青口可以給你選擇 熱的海鮮我們就剛剛看完了 我們稍後走到另一張桌子 他就放滿了各式各樣的芝士 如果喜歡吃重口味的芝士 他這裏連羊奶芝士都有 而再走前多一點 就是他放生果的地區 除了那些熟口熟面的生果之外 我相信比較少見的都是芒果仔 那全晚我都見不到有中湯的蹤影 而類似中湯的這一鍋 他就寫是海鮮湯 那喝得西湯,麵包當然一定有 如果想喝完湯,吃個沙律 那你就可以來這個自助沙律巴 自己選擇吃些什麼 如果嫌自己拌麻煩 他這裏都有些拌好的沙律給你選擇 選擇就不算太多了 但我覺得最重要都是味道 如果每碟都不好吃 我多給你選擇多十幾碟 而最後介紹的 當然就是香港人最喜歡的凍海鮮 說明凍海鮮,山蠔和蟹腳 他這裏都是無限供應 講了那麼久,口水都乾了 讓我試一碗湯 先試一下 不要想著就這樣看顏色 湯都應該挺淡 但當你一喝下去那一下 就會發覺蔬菜味和海鮮味都十分之濃 雖然他沒有龍蝦湯那麼濃 但他的味道絕對不會輸蝕得龍蝦湯 拿多幾碗喝都沒問題 那試完他的湯 就不如試一下沙律和小小口 我這一轉分別就拿了沙律菜 黃色的車尼茄 還有兩塊的火腿 老實說,火腿就不會給你太大的驚喜 純粹是在吃主菜之前吃一點 就算你完全不拿回來吃 都絕對不會覺得可惜 因為他不是一些回本菜 那沙律又怎樣呢? 首先試一下他的車尼茄 就這樣用叉茄下去 他雖然就不會爆炸的那種 但吃下去也挺甜的好吃 而跟著火腿的哈密瓜 吃下去也挺甜 而其他的沙律菜吃下去也挺爽脆 還有沒有了平常吃的草青味 吃完頭盤就可以吃生蠔了 在這裡拿生蠔 他不會限制你一次過可以拿多少隻 就算你好像我這樣 一次過拿半打 他都一樣不會阻撓你 而吃下去的海水味都挺重 而且都挺奶油 如果你吃一打 最少都回到一半本了 吃完生蠔 我就拿了一點翡翠螺和蟹回來吃 翡翠螺也算十分之大隻 而且他的肉也挺爽脆 就算你不點任何醬就這樣吃 都一樣好吃 不過全晚吃得最麻煩的 我相信都是這隻蟹 在這裡你是找不到有個鉗 可以被你掀開蟹殼 純粹是你只可以用手撕開它來吃 而且你撕到多少肉就吃到多少 蟹鉗的蟹肉是鮮甜的 但就有很多位置我都吃不到 變相好像浪費了食物 而長腳蟹 就有把剪刀可以給你剪 當然剛才的蟹鉗 你也可以用這把剪刀剪 但我就沒有那麼好力 那把剪刀剪蟹腳 當然沒有問題 而剪開了的蟹腳 裡面的蟹肉也算很多 但如果各位網友同樣 都喜歡吃蟹 又不想自己剪或剪刀 那麼麻煩 其實我也有個推介給大家 當然就不是叫人幫你做 那究竟怎樣可以輕輕鬆鬆 又可以吃到蟹肉呢? 稍後我就會告訴你們 這裡的蟹質素都不錯 蟹肉吃進口也不會是煤的那一隻 不怕麻煩的 都可以拿幾碟回來吃 然後當然就要試試它的煙山文魚 味道方面就有兩隻 除了最普通的煙山文魚之外 而另外一隻就加了香草的香草煙山文魚 那兩隻三文魚的肉質都差不多一樣 最重要的是 究竟你喜不喜歡吃香草過一陣味 當然你不介意吃香草的話 你也可以拿兩隻回來 比較一下你喜歡吃哪一隻 知道自己的口味是什麼的時間 當然就是出去拿第二輪回來吃 那吃完第二輪的海鮮 我都繼續是拿前菜來吃 那說到最特別 第一樣當然就是用蠔做的慕士 接著就是它的魚子班戟 而我第一樣試的當然就是它的蠔慕士 那它除了有蠔的慕士之外 而配菜方面它就有車尼茄和沙律菜 那你吃進口的蠔味都十分之濃 像你整隻蠔噴進口的那種感覺 但是你又不會像吃生蠔一樣 咬兩口就直接吞進去 而是你可以慢慢細味它過中的蠔味 如果真是很喜歡吃蠔的網友 我都覺得不妨可以一試 如果你是不喜歡吃熟了的蠔的話 那都是拿多半個生蠔吃好了 接著我就試它這個龍蝦凍批 龍蝦味我就完全吃不到了 但是它的質感也不錯 如果你跟我一樣之前都沒吃過 都可以拿回一塊來試試 那吃完龍蝦凍批 就先試它的法式焗田螺 那我開始打算用一隻叉 應該很容易會撩到東西出來吃 但是撩了很久什麼都撩不到 我又不想浪費食物 而且畢竟都在酒店 不會直接用口把它撩出來 那我考慮了一會 就用了撩牙的牙籤把它撩出來試試 吃下去的味道不算太特別 接著就試了它這個魚子Pancake 它的魚子是任你筆的 而我自己就不斷筆了一點 到一塊Pancake裡 吃下去它都有一層的鹹香味 所以我覺得它的魚子應該都有調味 而接下來的火腿 我之前也有說過了 所以就不說那麼多 接下來我就拿了兩隻比較有特色的多士 回來試 第一隻就是它 血腸配蘋果多士 而另外那塊多士什麼都沒有 我就打算配它的自家製肝醬來試試 就這樣看樣子好像真的挺好吃 而我第一樣試的就是它那個 血腸配蘋果多士 血腸我自己就真的沒吃過 所以沒吃之前 我都真的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味 而蘋果的味道又不算太突出 整體來說 如果各位網友跟我一樣 都沒吃過血腸的話 都可以拿一塊來試試 然後當然就要試它的自家乾醬 它吃下去的質感都很圓滑 但是如果一個乾醬配一塊多士 我就覺得太多了 但是味道就不錯 吃到差不多是時候要吃下主菜了 分別我就拿了一塊燒牛肉 和一塊威靈頓牛柳 那塊燒牛肉就屬於正常的味道 你不要看它好像弄得很老 吃下去一點都不硬 而且肉味都很濃 絕對是在高級酒店做到的水準 所以來到這裡吃自助餐 記得多拿一兩塊吃 眨眼我就拿多了一塊量架 和多一塊威靈頓牛柳 而配菜方面我就拿了一串的車尼茄 在未吃羊架之前 就這樣看它的外表都很粉嫩 我相信應該都蠻好吃 那因為車尼茄它就燒過 所以吃起來就特別甜 還有我用叉輕輕刺下去 汁就已經爆出來 所以這一粒車尼茄又怎會不好吃呢 接下來要試的就是自助餐 很難找到它的蹤影 它就是威靈頓牛柳 而且它的做法還十分複雜 除了用一塊酥皮去包著這塊牛柳之外 其實它還有火腿和用菇打成的醬 包著整塊牛柳再一起拿去焗 還有你包著整塊牛柳走去焗 焗得好還是不好 真的要切開才知道 真是好考廚師的功力 因為包著牛柳的火腿都很鹹 所以就算你什麼都不點就這樣吃 味道一樣都很夠 而牛柳方面它又不會煮得太熟 整體上來說 這塊威靈頓牛柳 可以說是這裡必吃的食物 最後當然要試它的很粉嫩的羊架 吃羊架當然要配薄荷醬一起吃 咬下去羊架一點都不老 羊的味道很夠而且很嫩滑 一樣都是我的推介 在吃到有七成飽的時間 就有職員走過來跟我們說 我們每人有一隻龍蝦 而龍蝦它有三隻口味 分別有芝士焗、香草醬和原味 而我們一行四個人 分別就叫了一隻芝士焗 兩隻的香草醬和一隻的原味 它有一樣東西最值得讚的 就是各位網友有沒有發現它沒有了龍蝦 那當然它不會騙你不給你 而事實就是它的龍蝦 一早已經剝好殼 再放在龍蝦的中間 而且它的龍蝦肉都很爽 所以下次各位網友 如果真的來這裡吃自助餐的話 記得留肚吃龍蝦 而三隻裡面 唯獨是原味 即是白煞的這隻是冷的 其餘的那兩隻芝士味和香草 就是焗過給你的 所以它上到桌都更熱 如果不想吃熱的 當然你就可以叫原味 但是你叫了熱吃的龍蝦 又不想吃芝士那麼濃味 那你就可以選擇香草 而我叫的原味 它就配了沙律醬給我一起吃 吃起來肉質都很爽 我剛才也說過 如果想吃蟹 又怕麻煩 那可以怎樣呢 答案就是出去叫一份蟹肉班戟來吃 而且還是即叫即整 師傅就會拿一塊薄薄的班戟皮 去包著已經拆好的蟹肉 而蟹肉的份量一點都不少 包好它就會再淋多醬汁上去 還未完成 最後再鋪上蟹子在面 那它這個蟹肉班戟就做好了 如果喜歡吃蟹 又不想弄到對手太髒了 那這個蟹肉班戟就適合你了 說到這麼好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蟹肉呢 不如就等我切開它 給各位網友看一下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的蟹肉沒有混合過任何東西 所以你吃下去每一口都是蟹肉 超級推薦給各位試一下 那都吃到八成飽了 是時候要吃下水果和甜品了 第一轉我們就拿了西瓜 蝦蜜瓜和蜜瓜 兩粒的車尼茄和一塊的火腿 那所有的水果味道就不算太突出 只可以說吃進口多甜 而第二碟我就拿了白肉的火龍果 西瓜和菠蘿 火龍果就不算太甜 但是幸好它都沒有草青味 而它的菠蘿就不算太甜 所以整體來說 全晚的水果都是一般 不算太吸引的那一隻 而最後要介紹的當然就是這裡的甜品 而第一轉我就拿了 還有拿破崙蛋糕 我第一樣試的就是它的士多啤梨蛋糕 你第一口吃下去也不會太甜 還有它的忌廉也不會太膩 讓你吃一件就飽的那一隻 接著下來就要試它這件拿破崙 就這樣用叉吉下去也會發現 它這個拿破崙應該挺硬的 還有它本身都比較深色 而吃進口不是太酥脆的那一隻 整體上不是太推介給大家試 蛋糕就吃完了 不如就試一下它的雪糕 第一轉我就拿了綠茶、黑芝麻味和青檸 先試一下它的綠茶 它的綠茶的味道都相當夠 而且又不會太甜 挺好吃 而它的青檸雪巴和黑芝麻雪糕 味道就不錯 但就好像沒太大的特別 接著我再拿三球回來試 分別有泰式奶茶、芒果熱情果 以及斑蘭椰子 先試一下它的泰式奶茶 吃下去你就好像喝一杯泰式奶茶一樣 而且又不是太甜 十分之適合我的口味 而熱情果和斑蘭椰子 我就覺得熱情果就一般 而斑蘭椰子就比較特別 最後要試的當然都是它很有名的甜品 而且還是即叫即做的橙酒班戟 說明是橙酒班戟 當然它就有少少的酒味 但是如果你不喜歡有酒味的甜品 這個你就可以不用試了 最後我的總結就是 這裡吃東西的環境和氣氛都十分好 而食物方面的質素都十分正 推介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和讚好 再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鐘 我們有新影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想支持我們 繼續拍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可以按旁邊的Superfans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